看完了金牌特務之後啊 沒想到台灣也有這個金牌特務的場景餐廳喔 登登 進去 叫Uncle廚站 金牌特務 我覺得呢金牌特務之所以這麼迷人 是因為它滿足了所有大男孩們的幻想 就像目光之館滿足所有女生的幻想一樣 首先呢就是店裡面出現了許多許多的精品 時尚精品 像是這個滿滿櫥櫃裡面的餐具啊 錶啊還有古董車啊 還有每一個角色特別量身訂做的西裝等等 女孩們呢都會幻想自己家裡有一個大衣櫥對不對 然後男生也會幻想說自己家裡有這個大櫥櫃 有滿滿的寶物這樣子 時尚精品 高科技 特務裝備 再來就是女人對不對 主角 主角他最後 所有的這些條件根本就是所有男生 幻想夢寐以求的角色 就像每一部電影的開頭一樣 總是會有破頭式的開場 但是往往就後繼武力又成山爛掉 那相信看過的朋友就會知道 會跟我一樣深深背鎖 他這個不間斷的劇情給鎖深深吸引 對 那這一次的主角也增加了許多不像那個衝擊效應一樣 會有多軸式的故事但就一起安排 但是由主角一個人就可以串起所有角色的劇情 對那所以這一次的世界觀老師就有點瘋狂意想 在這邊就不劇透了 那我們在這間店當Kingsman特務吧 橙醬奶油 松阪豬意大利麵 我覺得很特別耶 橙醬 在外面是比較少看到這個口味的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顏色啊 很典雅這樣子 很漂亮 其實一開始來這家店的時候 是因為他的裝潢 就是那個金牌叫我的特色 就很想來看看 結果後來查 才發現他的那個餐點啊 每一樣呢都是非常有設計感 主廚啊也是知名的飲食集團的主廚 好我要吃囉 這個 我是點那個白奶油對不對 可是啊 他卻做得很清爽耶 就是 吃起來是不會膩的那種奶油 我覺得是很好入口的 哈哈哈哈 那我要吃囉 果然是那個知名集團的主廚餐點啊 對我一定的品質 因為其實啊 那個裝潢漂亮的店家 通常吃的東西都不怎麼樣 哈哈哈哈 來店員剛剛推薦我們的奶茶 然後啊 因為我這個人對奶茶是很挑的 然後這個喝起來啊 它是茶味很香的 而且是不太甜的 其實剛剛已經有被我喝過 這個奶茶我很推薦耶 沒有那麼愛喝奶茶的人 都會覺得是好喝的 然後再來是炸雞 炸雞我還沒吃 那這個要問問佩倫呢 佩倫好吃嗎 好吃很鹹 它有家鄉味 可是吃起來超像雞屁股的雞翅 這樣假的 我不吃雞屁股 所以我不太知道雞屁股是什麼味道 你以後就會愛上雞屁股 真的嗎 因為我是覺得這個好吃 不然我下次去吃吃看雞屁股 我一定想吃吃看耶 那我吃一口了吧 好 超酥脆的喔 那個皮啊 真的很脆 它烤到很像 而且應該是炸的啊 大到很像那個北京烤鴨那個皮一樣 很脆脆的感覺 比那個還要脆 好 吃完了之後 我們就準備來訂西方囉 我想要逼它去烤日文檢定 在這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烤過 然後呢 沒有烤過的話 就要做懲罰 啊